兩個直播主都是我 都是我啦 東西完了 我要讓你看到屬於發寒啦 拍一個 拍一個 我就當有點小智障你知道嗎 黎明山裡換一點 拋棄訊丟丟妹分撞收回來了 可能我不是一個好的老闆 我也不是一個最好的 就是領導者跟Leader 他們三個很努力的 就是 你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過來 不要哭啦 沒關係 我都心裡都是我那麼醜 不要哭 直播天后黎明山 把失去的丟丟妹商標說回來了 去年盡力離婚 截丟失商標權 隨後另聘勞定酒勞卡 直播新事業 在前播音個人一訴 離開丟丟妹體系後 黎明山和新股東不斷協商溝通 終於把商標誤歸原主 昨夜開直播正式宣布回娘家 樓頂就樓下以後一樣 會賣冷凍食品 賣海鮮牛肉 丟丟妹我就是會賣日韓生活小物 以後不排除我們會有美妝 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東西 可是品質你放心 我會幫你們顧好跟把關好 我永遠記得李慶福就是我爸 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們人只要活在這個世界上 只要生下來當人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很累的開始 跟很累的人生 那你要趁你年輕的時候 多打拼一點 換你往後的可能十年二十年的人生 怎麼拿回來的 其實我說真的 我剛剛前面都有講了 我一路上遇到很多貴人 我主要會拿回來溝通 我感謝兩個人 就是我經紀人 第二個是Tommy 就是這兩個 你們很多人會問 就是我前夫去哪裡 他就回他家 我們各過我們的 各過我們的生活 這邊的合作跟我前夫沒關係 這邊是新股東 商標跟平台都在我這邊 對 商標目前正在轉移 因為轉移要一個月 在我自己的名下 兩個直播主都是我 都是我啦 都是我啦 我要讓你看到 屬於發狠啦 丟丟妹跟樓頂就樓下 不會同時開播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我未來不排除 我會徵選直播主 我親自訓練 不管你會不會賣東西 還是你怎麼樣 只要你有特色 你有特質 對 你都可以加入我的團隊 但是你要 要能承受 承受出我的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 直播界的好事多 走 搞平台性 讓我現在